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9日 星期二 今天港股有反弹 最主要是ATMX的 市間公司的股價 有一個很不錯的表現 要不要逐漸說呢? 不過有朋友問 在這幾個股份中 最看好的是騰訊 我都不用說太多了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我喜歡騰訊 有趣的是 除了騰訊之外 其他股份 即是哪一隻 可能是次選 其實是有難度的 市場其實沒什麼好說 因為都落落去去 26000、27000 這個位置到拉腳 我都不太花費唇舌 但是 那幾隻股份 我有嘗試 大家也有 擦一擦 哪一隻比較好呢? 因為我自己也想過有問題 究竟你說ATMXJ 這五隻股份 騰訊一定是最好的那一隻 那四隻怎麼排 其實我真的排不到 哈哈哈哈 我想說我其實是排不到的 但是 我逐漸說一下情況先 那 A.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原先 我又不覺得是差的 其實一直以來 你可以說淘寶 甚至支付寶 我覺得是厲害的 我衷心地覺得是厲害的 甚至乎他上市的時間 200元的時間 我都買了 那時候 我也是覺得 因為他本身有分拆的概念 就是晚禮 分拆概念 還有就是 我覺得筆水 筆水一段開通的時間 他會很受惠 因為內地的居民 你也可以說 他們對自己熟悉的事情 應該會有很多的憧憬 既然他日常生活裡面 都承認支付寶 淘寶 變相之下 對於他的股份 應該也會有 比較大的興趣 而且 內地有很多基金 其實我會覺得 是會買的 這個我可以解釋一下 其實內地 你可以說有很多的基金 可能是追蹤港股的基金 我想是很多 但是 他們要設定一個組合的時候 那 騰訊這些一定是重倉 還有很多的股份 其實我覺得他們會買很多 可能是二三四五線都會買的 所以 先怎樣做 他們的回報 有些回報很厲害 但是 變成說 一些他們耳熟能詳的股份 就像騰訊 甚至乎 你說 即是艾巴巴這些 如果可以買的話 他們一定會買很多 因為你表達出來 給別人說 我們這個報告裡面 有些什麼的股份 大家會很熟悉 所以這個 其實有些 這些被動式的基金 是會追購的 但是 大家 有不需要 即是不需要的途徑 一是不可以買 艾巴巴 因為它是SW股 第二是說 萬里不能上市 買上市 這件事 是令到 我對他們的看法 其實是變得 挺負面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一刻 那一天 他遇上市 之後 我都跟大家說 就是 他的股價沒有了 一定會 一定會 甚至乎 但也好 一定會比其他的 叫做 新京的股份 那邊是差的 之後 大家也看到 他的股價都比較一般 再加上 這件事件 所以 整個格局 你說現在的 艾巴巴 你說 現在到這些位 我覺得 可惜 他的股價是可惜的 但是 但 難的 真的 不是那麼容易 可能會有些比較好的表現 真的會難的 因為 大家都會有些陰霾 還有 最主要是說 一天 壟斷法 那個佛錢 究竟佛多少 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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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想想 佛五千萬 和佛五百億 是兩件事 所以 看看 究竟出現什麼結果 那件事 這些股份 那件事 你拿得不多 貨的 先拿著 那 又 我覺得他們 差多少個譜 即是當你外圍的 科技股 甚至乎其他的 科技股 一旦的時間 又沒得到你的 最多你慢一點 所以 之前 我 都幾 肯定說 不要減時 先拿著 等機會有錢減 好 等他彈先減 就是這樣 但現在 沒有了 都可以先拿著 那 美團 一直以來 大家都知道 我覺得 它的價格是貴的 現在 都是這樣看 美團 我沒有見過 貴的原因 是因為 我覺得 都是炒 都是一些 叫我 筆水的 推動 其實是這樣的 而且 如果以現在的壟斷法去計 二簡一 其實 美團 和 內地 過去幾年的時間 經常有這些消息 經常都有些文章 提及 不同的地區 可能有這些 投訴 這些 當然 現在 還有沒有 兩體 但是 這些位置 就有趣了 好像你說二選一 是不行的 但是 補貼呢 例如 我靠 例如 我是惡妙魔 我靠補貼 去吸引人 去賣我的東西 這是不是一個 可以用的 這個做法呢 如果可以的時間 即是說 美團 也可能會這樣做 如果這樣做的話 又會對他有影響 以及之前 不是有些 社區團購 那些 閃購 也是 我批評的 美團 也會做的 所以 如果以現在 這個害怕 這些壟斷法的話 其實 我覺得美團 也會有些 暗用 所以這一隻 反而我一直以來 都對他的興趣 不大 即是 這些轉回也好 我都沒有想過 要買去 我沒有想過 還有 有件事 也有趣的 跟大家更新一些 因為 已經過了五點半 剛剛都看過 筆水的情況 美團 筆水都有買的 過去這幾天 昨天有買的 今天也有買的 今天買的量 好像 深圳那邊 明顯的 上海入 不算很明顯 但是 騰訊又 有點誇張 騰訊 那個 不過 淨買入 今天的時間 還是很多很多很多 今天 只是這個 深港通 應該幾乎 是淨買入 三十億 而這個 護股通那邊 應該都是 差不多 二十來 早 你想想 那天又淨買 慘了四五十億 騰訊 如果 以我只說筆水的概念 這隻 大家都覺得 還可以 我想 以筆水的感覺去看的話 它的股價 還可以反彈 所以 大家可以 再強調 大家這幾天的時間 例如筆水的動向 會比較 更加 更立體 J 就是京東集團 京東 你去它的業務 業務 的情況去看的話 它 現在已經可以 做到 規短型 業務的 波動性 相對比較大 業務的波動性 相對比較大 但是 可能這些 是個人的情況 我經常都說 有時候 你買投資 投資 投資 我有時候 看看管理層 本身 我喜歡這個人 盧強東 之前也有比較多的消息 有些 叫做 傳聞 曾經被拘捕 有些個人的因素 這些我又沒有買 當然 這件事情 我也沒有跟進 但是 又是這件事情 所以我又沒有買 這一系 記住 純粹是個人的 記憶 因為 我經常說 投資 其實很講 你本身 個人的感覺 還有 有些基金 可能會 聲明 有些基金 是不會買賭股的 即是 你的基金 純粹是 一些 宗教背景 變成 他又不可以買這些 對於我自己來算 對於一些管理層 或者一些公司 如果真的做一些 可能對於 股東 有傷害的事情 其實我是不買的 是的 所以 我覺得 劉群東 之前 大家上網搜尋一下 那時候 有些男女的東西 我不買的 所以 我就不買 但是 論業務的情況 的話 京東是OK的 所以 大家 看回這個狀況 最後 是小米 小米 小米 我由 去上市至今 即是IPO至今 我都 覺得 雷總 我個人 覺得 公司 分股份 分些股份 給他 然後 又 那時候 股金 一聲一倍 我不買 是的 所以 要去業務的發展 我會覺得 其他公司 現在為例 這個 新經濟 叫做新經濟 那 騰訊 阿里 這些都真的叫做新經濟 但是 你說小米 我又不覺得是 新經濟的東西 還有 它的股值 現在一點都不便宜 現在的 小米的股值 應該真的 分分鐘 比騰訊 更貴 更貴 艾伯伯 這做硬件 我會覺得 會不會有一點 而那個股值 又太高呢 而且 那一句 用筆水推動 所以 你記住股份 如果你看著牌次序的話 騰訊 是很厲害的 但其他那些 真的 好像 那條 那條 跑步 一個人衝了出去 另外那些 打扮一下 大家都好像差不多 可能你突然 爬前一點 然後 是這樣的 其他那些 我分不了 第二選擇 所以 不好意思 講了那麼久 其實想說的問題 我都回答不了 第二選擇 但是 所以 沒有啦 你要去買一些 其實你說 ATM、XJ這些 你要去買一些 擺一下 沒有說不行的 不過 我自己 都是那句話 個人裡面來計 可能真的比較買 騰訊多些 所以我反而這隻 我想我會集中火力 都是有機會 都可以介注這隻 這樣 另外 今天 就是那些車股 不過我想說 那些車股 已經升到一些 不知什麼的股份 有些 2、3、4、5、6、7、8線的 車股 都彈了上來 只要公司 沒有一個車字 就是有車 都彈到瘋 今天都說一句 有些股份 看到什麼 50汽車 我比較少 我只是305 即是今天 曾經早上的時間 升四成 但下午回來 即午餐之前 已經是倒跌收場 到了中午開始之後 我猜測曾經 多跌兩成幾 即是由早上升四成 到下午 到下午的時間 都跌兩成幾 都挺可怕的 那為之車股 現在是剛剛提到 你知道車字 都可以升 今天升很多 但那些 你要留心一下 即是那些 305 即是50 50汽車 其他那些 全部都是 豪子股 鮮事股 那這個其實 開始有些擔心 即是那些錢 開始連這些 叫三四五六七八線的 車股都不放過 亂用炒 所以 車股都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點 我也是那句 車股的前景 我覺得不是不行 但它的股值 太高 所以 要小心點 這個玩法 是的 最後 都是那句 有些朋友 想不到 大家同一個年代 是的 抽卡 當時最流行 放學 一班同學 衝去抽卡 這樣 是的 我也抽了不少 話少說 但當時 還有很多 都還保持著 不過不知道現在 值不值錢 但沒有同年回憶 現在的盲盒 我自問 我都喜歡動漫 但盲盒 我真的沒有什麼 去抽 我會覺得 幾十元 超過公仔 還有可能 那些公仔 不太漂亮 所以我都沒有抽過 寧願地板轉 那些標誌 寧願你真的 可能不抽過錢 買一個標誌 買一個大大的 另一領 你自己當成為自己 的話 開心點 好了 今天就暫時 到這裡 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還有一件事 明天好像會轉冷 真的好像天氣會很冷 所以大家 穿多件衣服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